來看中營 行情 高雄勤務部 因為不斷說 常常要輪調去科興基調上班 原港造成的台灣基調地勤生涯工會 前往就宣布說 他連三個月要鼓掣加班 鼓掣臨時調班 經過了解 目前中營 行情公司 是有提出改善的方案 跟每一天 調動的領所 對本地十一雷降到9月 不過原港也是不領動 工會表示說 如果是出風 沒有提出這麼好的改善方案 中秋節大家就要放假囉 中營 行情 因為 初期真的登記不久 一直調動高雄勤務部員工 上班通基調所做 造成員工 人物本部 沒辦法照顧家庭 現在過百員工 造成台灣基調地勤生涯工會 三部為現在開始年少三個月 發動過著加班 過著念事調班 高情部這邊才會去 發動一個拒絕加班 拒絕調班的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是因為希望公司可以正視說 人力就是不足 對 如果人力足的話 我們不會需要加班 我們不會需要這樣子調來調去 經濟了解當年空間 高興保安工 提出作求 包含做完調動壓力 保障 故鄉基調合力戰力 希望當年空間公司 能減少每一次調動人數 提早結束調動期間 當年空間提出上新的改善方案 將每一次調動人數 為11人降到9人 今年最後一次調動只到10月13日 也就是調動時間要到11月中 過後才會結束 只是當年集團也沒有提出 更好的改善方案 江輝表示 沒有拜託在中央這 發動以發生困 這三四個歲月的時間 如果公司完全沒有補足人力的話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公司根本沒有意願想要解決問題 只是想要繼續吃這一些 就是高情部員工的豆腐 那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就是員工 也一定會有就是相應的作為 江輝好友當年集團 關鍵與萬港大千協議 聽知無色統的調動 如果沒有不止是 無一個人家 就連中集結的所分 都可能受到影響 記者綜合報道 呆 與萬 打工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